剛好這個牧師 我在他十年前 他們的牧師有一種沉香訓練 你要注意看現在台灣 這麼多牧師訓練很多學生 都是做沉香訓練 URM URM就是沉香訓練 訓練很多人 這個相當有規劃性的 有一個林中正牧師 還有一個鄭國中牧師 我聽到鄭國中牧師 鄭國中也是台南人 應該做過沈議員 做過國大代表 他做過賴清德的民政局長 他做了一年他以後 又回來台北 他弄一個什麼行動公益教會 他都專門在訓練這個URM 只要有幾 大概十來一個人 他就去開課 去訓練他們 怎樣解決問題 你有什麼 對這個 比如說 對媒體新聞 有什麼 對這個不滿 大家來想辦法 第一個 收集資料 這個媒體有哪裡不公 怎麼樣 然後 大家思考怎麼樣 來 怎麼打破這種媒體不公 大家都訓練 他都 本來都五天 都要五天以上 後來啊 有了訓練兩天 大概是指導一下 解決這個社會問題 就是 城鄉訓練就是這種 這種 有很多 我所曉得上千人 這個URM 我是20 可能20年前 也不是 10年前 10年前 2006左右 有受訓過這種 城鄉訓練 像羅文家 本來也是在淡水那邊 受訓這種 這種 城鄉訓練 結果那時候 剛好發生 正南偶 這種事件 他們那個 那一期就 停辦 羅文家 我們老師 在講 羅文家 以前也在淡水 幾乎是第一期 後來他就 又推動這個 新國家運動 第三個主題 鄭南龍 我覺得 鄭南龍 他這個 最大的攻擊 就是 幫我們台灣 這個 文明化 正常化 好像 思想方面的 訓練